然後我們之後每一集會挑幾場重要的戲 都像我們上次拍被動 或者很簡單的拍過去 我對於一件東西的意味可能比較 不是說我第一次看到沒有最喜歡的 是日 是有點類似日久申請的一件主題 還會有 第一次可能有好感 對 有好感 還是不會那麼深 對 然後是要相處的慢慢加 對 太強的這個時候的疫情 因為就有溝通一個想像的狀態 就是這個時候的疫情 其實已經喜歡上附影了 所以他可能是學校像這種女生 就會掉了頭髮說 欸 今天下雨了 我跟他一起幫他吃爆牌 去買傘 你可以幫我丟垃圾嗎 然後他就會瘋瘋瘋去 垃圾那樣的 那個孩子 Trouble maker就是 你看他們丟垃圾的時候 垃圾在就破掉 他也是故意的 他可能一下樓碰到什麼就破了 就有點動作 對 所以 但是他是很快樂跟沒有難過在做這些事情 那你跟他的肢體要跟他截了一個口 他 你就是喜歡鬥他 他就一個小的蟲 你會再次看他的眼神 你一開始就這樣 喔沒有氣 後來你會 你每一次跟他抱緊 他每一次抱緊你 你停留在他的 是不是 對峙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我覺得這些細節節奏很重要 我覺得我自己想像的是 我拍以前的時候 雖然他找過來看我就是讓他知道我在看到 我就是很直的一直看他 對他看的話 可是對峙城的話 因為他們兩個人兩個人在較勁 所以他 我發現他在看我之後 我就回避那個眼神了 好 我挖聲這一點 為什麼他跟一個人較勁 點在哪裡 因為感覺 因為峙城他的屬性關係 所以會覺得 我覺得較勁是因為感覺這個人跟自己很相似 那你們是喜歡建立在什麼 這個一見鍾情吧 全然付出嘛 為了想要當你女朋友 我想要退變成 可以成為你女朋友的那個角色 嗯 但你要記得我們